本文言作剧透,能够切实帮您省一笔电影票钱。 我们看了张魔童教室,到底在看什么? 中国的神话,不能单纯当童话故事来看。 神仙要得的那些事,其实都是人的事。 小小的尘堂关里,也包容着人生百态,就像是给我们的生活加额特效的方法。 太乙真人,也可以称他为太二真人,或者太乙真二。 二和可爱是公认的,但也就是和二次元,放在现实中试试。 上班睡觉,喝酒午饰,把领导讲办的重要任务办成塔剧。 肚子吃得流圆,大脑经常缺险,关键时刻掉险。 这样的爷,我们见得不少,以后也不想再见。 上面的仙管稀里糊涂,下面的小仙也就稀里哗啦。 两个看守哪吒的的结界兽,推卸责任熟练,内哄搞得热烈,就是收不住结界。 全片平均每十分钟,抱哪吒逃跑一次,闹得百姓生无可恋。 谁是陈唐官最大的定时炸弹? 龙王,人最怕的,就是不知足,已经拥有了大海,还想着上天。 自己这辈子试图到头,就寄希望与儿子,利用植物影响,非法蒙取各种资源,帮助儿子往前庭发展。 龙王这类人,手握重圈,身处要直,却争执野心不小,和神功抱等私欲膨胀的鲜花结成小圈子,承天琢磨些不阳光的事情。 这种才是真正的魔性,不怕一百个哪吒大脑街巷,就怕一个龙王兴风作浪。 龙王三太子熬顶,全村人的希望之星。 天生有学玩家持,颜值武功双高,有爱心有杰鲍,还有罪影龙领外套。 他勤学苦劳,只为了直上云霄,把龙族带出苦涨。 可惜,他听过丽业执念太深,为了家族荣耀,朋友,百姓皆可抛。 这么冰雪剔透的一个人啊,白惹得一身污糟。 有人觉得导柄黑画得太突然。 我来说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